忽视安全 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会引发事故 近日在江苏的长熟 两名女子因为闯红灯 就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给装飞了 早上六点多 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过一处入口时 正巧信号灯油红变绿 驾驶员没有减速 以十度六十公里左右的速度 静止通过入口 而此时两名女子合乘一辆电瓶车 由东往西闯红灯通过路口 由于轿车和电瓶车之间 有一辆大型货车遮挡事件 双方都没有察觉到危险 事故瞬间发生 两名女子被轿车撞飞了近二十秒 目前两名事故伤者 暂时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